在台北市的中山本路上 市立美术馆旁 有一座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奶油色房屋 却有着一段辗转的故事和命运 时间回到19世纪中叶 在户委正式开港设立海关之后 大稻城逐渐成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 台北就此登入国际贸易体系里 大稻城到了关系年间以后 它就发展得非常快 它主要是收集台北蓬地 甚至包括大汉西山游的一些茶叶 来这边制造 去做完了以后它就变销售 日本殖民政府改建台北通往接龙的铁路 同时也拓展了大稻城商业范围 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茶山致富 那其中呢就是一个陈朝俊先生 他的父亲叫陈玉露 他非常有眼光 当时呢他就把他茶叶外销到爪哇 爪哇就是今天的印尼的地方 1900年年仅14岁的陈朝俊跟着父亲陈玉露来到大稻城接掌勇玉茶行 十多年后陈玉露病选 陈朝俊获选接替父亲担任台北市茶商工会的干事长 陈朝俊呢 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一个人才 他就专门负责做外销 外销就去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外销到香港 然后转到欧美地区或者到日本地区 陈朝俊要经常往返台北 厦门古浪雨 爪哇三宝龙 也因为商业交流 需要一个能招待客户和贵宾的地方 所以呢他就要想建一个别墅 那这个别墅呢一方面他可以招待外围 因为在大稻城人家的传统繁殖 他总觉得好像不够风光 基隆川队案 合景第一排 坐望台湾神社明治桥头 元山别庄 1914年全新完工 同年陈朝俊再被推选为茶厢工会会长 这座临水靠山的豪华大宅 元山别庄与主人 共同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大概从1910年代到1920 这段时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 元山别庄位于当时的台北郊区 来拜访做客的贵宾需要经由专属的路线 事实上当时我们从大稻城到元山 它交通并不方便 我们这边四周都是田地 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主要道路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从大稻城坐船 滑了船 然后到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边上岸 上岸以后就是在 这个我们现在后门的地方上来 所以后门那边还有一个小港口 一个小码头 元山别庄的周围 还有一座面积宽广的英式庭园 现在的美术馆和中山北路的部分腹地 都曾经在庭园的范围内 衬托了这座独特的建筑物 这个房子的盖法很有意思 它是采用英国式的建筑物 英国很多的传统建筑 都多时期的时期 它建筑大概这个样子 这个建筑我们把它叫做半木结构 所以半木呢 就是我们讲一楼的部分 你看都是砖头 都是砖头做的 那到二楼的时候 它有剪轻重量 都用木头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很多的骨架路名出来 好像树林一样的树枝一样的 长出来 这个是在都多王朝的时候 很风情这种建筑 像这种半砖半木构造 它在当年其实都被认定为是比较休闲式的 或者不是那么正式的 那个休闲风味的这样一个房子 那我们在猜其实也是因为 陈朝俊先生他本身在做生意 他必须要跟镇商名流往来 他可能也是想创造一个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让人们来这边觉得很新鲜 然后也会想来 在这边跟他喝茶聊天等等 所以当年在这一带 其实是一个非常修行风味的 又在河边那个时候也有码头 日治时期的台湾出现了一座 如此特别的欧式建筑 令人好奇谁是当时的建筑师 那日本建筑师到底是谁 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证据 有一个说法说是进藤石朗 那这个讲法其实也没有被 很明确的那个验证过 从原山别庄丰富的建筑样式 可以看出多种建筑风格的组合和实验 其实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 就大量引进西方的这种思维 包括整个建筑 那尤其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是他们新的一个殖民地 当年最流行的当然就是 引进这种欧陆 西方式的这种建筑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 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 当年在流行 日本时代流行的一个 仿欧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从外面来看这栋房子的时候 一楼的砖造其实是比较稳重的 而且典型的这种西方的古典式样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类似像文艺复兴 或者是那种更古典的这种注释等等 但是到了二楼木构造的时候 那它的变化就可以多很多 因为木头它是比较轻 然后比较好事做 然后比较容易去想一些特别的设计 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早期 在西方世界也渐渐开始流行起来的 像是Art Deco 新装饰艺术或者是Arnevaux的 这种风格 其实在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痕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混合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 但是又让人家觉得非常 漂亮的一栋房子 气派的别装风光落成后没多久 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第一代屋主陈朝骏因为肝病去世了 大战结束后 跟着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 影响到茶叶外销 再加上经营等问题 1935年 别装和土地遭到拍卖 城市家族搬离了别装 原山别装开始了它辗转的命运 部分的附属建筑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拆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别装被日本总督府宪兵队征用 原本用来招待兵客的地方 却成为了监狱 甚至传说在这庭园里还设有水牢 日本宪兵队使用过是事实 但是水牢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在传说之中 连一些证据图面文件等等 其实也没有很具体的证据了 战后1954年 由当时还是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买下作为住家 靠近马路的地方作为中国一品店出租 只是当初用来做招待所的别装 屋内空间并没有针对居住的设计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设计住宅的时候 都必须要留相当程度的储藏空间 因为一般人在居住的时候 它的储藏物件其实都相当的多 原山别装它其实并没有特殊所设计的储藏空间 二十多年后 因为卷入国光人寿案 黄国书一家搬出了别装 1979年 台北市政府接下管理任务 钻石交由路灯管理处作为仓库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年 这段时间空了很久 空了很久 所以它这个房子最怕就不用 不用因为门窗都关着 里面不通风 就很容易换 1983年 台北市立美术馆落成 眼看着一旁的别装 已经岌岌可为损坏严重 于是台北市政府与美术馆 开始整修并计划管理 终于在1990年 以美术家联谊中心的形态对外开放 在一楼设有咖啡馆 聚集了不少时髦的艺文人士 这个整个天花板 它四周都有这个通气孔 我们讲热的空气是晚上走的 晚上走如果热空气它没办法宣洩的话 它会预及在室内上面 那这个天花板就容易换 所以它就可以让它从这个四个洞 热空气就跑去到屋架 屋架在侧面它有开口 它这个空气就可以对流 使得这个房屋不至于太热 也不会太超湿 圆山别庄从建造至今 虽然历经了多年使用与修补 屋内的壁炉与精致的花砖 雅迁金属压花的天花板 仍然保留了相当完整的原貌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壁炉其实在当年 只要是比较稍微有点规模 我们称之为所谓豪宅的房子 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壁炉 台湾理论上不太需要壁炉 除非以前在比较阳明山 或什么东西比较冷的地方 但在那个年代 其实壁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种交际上很重要的象征 所以那个壁炉很小 那但是又很精致 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室内其实有一些地方有花砖 包括一楼的壁炉的旁边 那二楼那个游水的 像那个浴室等等 它某个程度上也显现了 那个年代 对那种很精致 或者是很奢华的那种风格 这栋建筑被保存下来的 物件和空间 就是美学教育和展览空间的延伸 我觉得不同年代 其实观念是很不一样 那北美馆它其实在 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规划 然后1980年代初期 开放就那个开放使用 我们回过头来看 北美馆它非常现代主义的 非常干净的这个形式 放在原山别庄旁边 其实看起来 其实也没有不协调 一直到现在 整个看起来 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历史的 两个共存的一部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放后 这座年近百岁的老房子 需要彻底的保养和修复了 1998年 原山别庄正式由台北市政府 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并以修复再利用的目的 从里到外仔细地研究和整修 古迹很重要 古迹需要保存 要经常地不断地维修 但是它所耗的费用非常大 经过修复后 由市政府老房子文化运动 委托厂商进驻经营 并负责日常保养维护 古迹修复再利用的合作模式 逐渐成型 未来原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 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 那会选做艺文空间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过去这边曾经是 艺术家联谊中心 其实它在这之后 也经历了很多的经营者 那其中陈国慈女士 当初是把原山别庄 蜕变成一座像是博物馆 然后改名叫做台北故事馆 那其实故事这个名字 也蛮有趣的 我觉得它意味的是说 其实故事一直在不断地演变 然后到现在也是没有结束 然后等待后面的经营团队 来继续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它 那由我们经营的原山别庄 我们将着重在更多 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 比如说像是 现在可能有音乐创作 然后影音的创作 更新一代的比如说YouTuber 或是插画家 这个空间会非常欢迎 像是这种形态的创意工作者 来进驻 来做发表 或者是做一些交流 那其实跟过去艺术家联谊中心的性质 会有点接近 那餐饮跟附属设施我们的规划是 在于说怎么去把咖啡跟艺术串联在一起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能参访的客人都是能够品味新时代的饮食艺术 然后也可以丰富原山别庄跟北美馆远区的整个参观体验 我们自己是期许能够做得更好更精致更现代的思维去呈现 那也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在我们经营下保存得更好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知道它 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古人们 我们的先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景的时候 的那种连接感 我觉得是其他的老东西 完全没有办法所比拟跟达到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修古基跟古基座再利用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二十世纪初 大道成茶商陈朝郡所建造的原山别庄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华和辗转之后 如今茶香回甘 在未来的更多日子里 将与台北人的生活历史息息相连 开展出更多精彩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